各位导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讲的是 定顺导师妙云集里面的大圣起信论讲记 那么讲到388页 观时 那观时呢 这是第四个 那么等于是往前去推 那么就是什么呢 观义 观向 观用 到什么 观时 那这四个观呢 主要是为了怎样 助止起观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本论 在止观上面是不是比较重止 在止方面讲得多 因为它止观形里头 是不是修止的部分也讲得多 讲到观的时候呢 又也是为了助止而起观 所以它偏于观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修止起观 从观义 观向 观用 到现在的这个观时 那么本文 为处 坐实 专念于止 若于一切 悉当观察 硬做 不硬做 那么也等于说 在解释里面 老师也讲 老师也讲 本论重于无分别止 修观 但是助成而已 只是助止而起观的 所以为足 坐实 那么专修于止 除了传作的时候 专修于止 那么不做观想 如果其他的时间 行住 坐过当中 那么都应该 应当如上面所说的 关门而来观察 所以前面呢 在本文里头也讲到 说要发心观察 有没有 虽然纵然我们还在凡复地 乃至于出诸菩萨 那么如何的能够 随顺到这个真如门里头 是不是也都提到 所谓的发心观察 发心观察而观察 好 那么这种观察呢 而知道菩萨的什么 应做不应做 如果不应做而做呢 那都是因为无名而起啊 对不对 所以就会有所染着 所以应做不应做呢 那么要依据什么 佛法 所以说要如法如律 那应做的呢 是自立利人的事情 不应做的呢 就是害人之事 当然就不能做 所以呢 这里就是说 要处处的呢 能够减点自己的身心 有应做跟不应做 那这也是什么 要守戒啊 所以我们说 这个修止观 是不是也要有 守戒的基础 所以说是 尤其大圣佛法说 依慈持境界 才能够怎样修止观 依着我们的慈悲心 发大慈悲心 那么来 而且还要持守 清静的戒恨 那么才能够怎样修观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观成双运 因为有观来 住止 止观双运 所以在本文里面就说 若行若住 若坐若起 皆因止观俱行 在行住作物当中呢 都应该要怎样 这个止观双运的 止观俱行 所谓离念 所谓虽念诸法自信不生 而父即念 因缘合合 善恶之夜 苦乐等报 不失不坏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讲到说 所谓虽然我们念的是 诸法的自信不生 那么也等于说是什么 这个从法性的这个部分 来看待 但是呢 也要 而父呢 即念呢 因缘合合 那么也说 这个为什么 就说虽然法性不生 是信空的 但是呢 这些现象如何的出现呢 其实也是什么 透过因缘合合的 那么所以呢 善恶之夜 苦乐等报呢 也一样是会怎样 不失不坏 因为我们似乎可以看到 有善恶 造业的什么现象 那么也有苦乐 所现的什么 果报 那么这些呢 其实他是不是还应该摄入法性 那么才会怎样 不失不坏 也因为 不管现象如何 他是不是都具有 法性 的那种平等性 所以自然能够怎样 不失不坏 所以虽念因缘 善恶月报呢 即念 一即呢 念性不可得 什么叫念性不可得 是不是还是在法性上面来谈啊 虽然 我们 难免会拙在 因缘业 善恶月报上面 但是 我们 不要忘记 要怎样 摄像同性 那么在解释里头呢 在 二十四六 第七行 这里 导师也讲 总之 本论 专重于 止 而且 扩大了止 而且呢 不但说观 或者被 局限于 思念处 其实 你说用思念处来做观 其实无关于什么 无分别之 反而 从法相上是要有分别的 不过只是说从什么 对外境的出分别到什么 我们内心的细分别 所以思念处来讲是不是还是有分别的 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关心无常观法 无我 这有没有像啊 还是有像 有像就有分别 所以它其实还是无关无无分别 但是呢 连这个 止观双运来讲 也比较限于什么 行住坐卧 行住坐卧而不通于坐 为什么不通于坐 坐呢 比较在止定 这样的 我是不是 禅定当中 行住坐卧是不是比较在日常生活里面呢 所以这个都是偏重于休止的什么 教授 也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 所以这也讲到什么叫做止观俱修 也就是止观双运 就是要念什么 诸法的自信不生 那么是修止 同时要去念什么 因缘的和合 之后呢 会有善恶的业力 苦乐等果报 不失不坏 这个是什么 观修 也就是在修观 所以这也说 虽念因缘善恶业报呢 也还是修观 但是呢 同时也要念什么 一切法的 信不可得 信不可得 那么是修止 那么也等于说 这里 本论所讲的修观修止呢 会变成说什么 不可得啦 或者法性啊 因为是一一什么 真如心为主 是无分别的状态 都把它归到哪里 归到止 对不对 但是呢 在线下上 都把它归到什么 关 那这样同时的止观修行 就名为什么 双运而修 那么因为这里呢 提到一个观念说 以大圣通义来说的话 念一切法 自信不生 是不是胜义必观啊 这没什么问题的 自信不生 是不是在法性的这个部分 我们说要透过法性才 有因缘到了所谓的什么 胜利壁上嘛 如果我们一直在法相 是不是就一直沉染在那个现象上啊 但是呢 这里说念因缘夜报不失 这个是属于什么 世俗观 这个是世俗观 因为如果只有这样因缘夜报 的这些果相来说的话 其实是世俗观哦 是世俗法 还是属于世俗法 那我们说其实佛法 在出击来说的话 是不是都比较讲这个啊 那么这个我们说 龙树菩萨也讲啊 有世西坛啊 是不是有世间西坛啊 也有什么 各个劝善西坛啊 各自西坛到什么 地意义西坛 所以世俗 世俗的这些呢 其实世俗法 佛法也不是不说 一切善法皆可说啊 对不对 但是佛法当中 最可贵的 还是在什么 圣密地上 而且也是不供 其他宗教的 对不对 所有的属于世间法 是不是供所有宗教啊 所有宗教其实也都还在什么 世间法 纵然我们觉得人苦想要到天旁去 或是成神成仙 是不是都还是世间法啊 因为天道是不是还在世间里头啊 所以这里讲到说 这个是世俗观 世俗观 那么这个也就是 集二地五外的什么 中观 那么等于说 世俗观跟圣义观上头 所以我们这个刚才写黑板不是讲到 如果旨的话 它是不是心系一静的这个静 有什么 世俗的 也有圣密地上的 世俗的那个旨 例如什么 不静观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世俗上的这个旨啊 那那个 圣密地上的旨呢 是因为就 意在哪里 真如 只是说 这个真如如何一呢 其他反而不是用浅除的方式 对不对 浅除 这个望静 乃至要浅除望静啊 用浅除的方式 而不是用什么 心系一静的方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本论的观 说实在呢 也一样哦 他也有什么 世俗地上的观 也有什么 圣密地上的观 那世俗地上的观 就在因缘业报不失 这个部分属于什么 世俗观 那念一切法 自信不生的部分呢 就名为什么 圣密地的观 所以本论 以圣密观为止修 以世俗观为什么 观修 反而是比较以什么 世俗观来观修 那么以此二帝观而 叫做止观爽运 止观爽运 这个是老师 对大圣起敬论的一些解释 其实这个也让我们离得更清楚一些 是不是 那么我们再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本文里面 所若修止者呢 对致凡夫 住着时间 因为修止 大圣起信论是本论 注重的吗 修止 修止 所以透过修止 对致我们凡夫的住着时间 那我们凡夫呢 有两种病 一个就是 便着时间 还有呢 就是不修善法 那么修止 都是在对致我们凡夫的什么 住着时间 乃至于善根不足 或者不修善法 好 那么修 因为修止 医止在什么 真如三昧 真如这个时候也在启发我们的善根因缘 那么也在去除我们的什么 对世间的什么 执着 因为要去除烦恼 我们的烦恼就来自于我们对什么 世间现象上的执着 另外呢 除了对我们凡夫 还对致二圣 怯弱之间 二圣呢 为什么说他怯弱 因为看到生死苦透 就很想脱离 对不对 那也是一种削弱 所以 如果修官来讲的话 修止 那么能够对致凡夫 也能够对致什么 二圣 那么如果修官的话呢 也能够对致二圣的什么 不起大悲 狭烈行过 而且呢 所以 那么一方面也远离什么 凡夫不修善根之过 修官了 所以修止主要是对致凡夫的这种着相 那修官对致凡夫的什么 不修善根 那修止的话呢 对致的是二圣的怯弱之间 用离生死 对不对 那一方面呢 因为二圣也会怎样 这个大奔心不够 奔心不足嘛 所以想要脱离 所以以止二户呢 是止观二门 共住 共相铸成 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原因 有这样子的那个 关系 的那个 因素 所以呢 止观二门呢 就会相互的来协助 凡夫的两种毛病 那么二圣的两种毛病 不相舍离啊 止观二门呢 是不相舍离的 如果止观不惧 则无能入菩提之道 如果止观不惧的话 是无法入菩提之道的 所以呢 需要怎样呢 止观双运 止观双运 那么 观成呢 因为重在止 观成之后 是不是才双运啊 你观的止也不够啊 因为本来比较偏止嘛 对不对 那也要有观 还怎样 来铸成 所以观呢 是怎样 是铸子 铸子而修观 是本论的一个特色 好 那么这个 是第二项的部分 那么进入第三项 那么是属于这个 特胜方便性 特胜方便 那么前面呢 是属于正常方便 正常方便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部分属于什么 特胜方便 所以在本文 就讲说 论主就说 众生初学施法 欲求正性 但是呢 其心阶弱 尤其刚学法的时候 那么知道说 他让这个 发菩提心 他让成佛知道呢 竟然是这么长远的事情 欲求正性呢 却是怎样 其心阶弱 针对什么 缺弱的众生 因为呢 住在此 梭博世界呢 自己很害怕 不能常执诸佛 清晨供养 因为 这个轮回在这种 污秽的梭博世界来说的话呢 那么自己 恐怕自己呢 没有能力 没有办法呢 常常碰到有 诸佛的那个 的时代或者空间 来清晨供养 好 那么我们 其实可以看一下 这个解释的部分 因为这里讲到一个 其心阶弱 其心阶弱 那这个其心阶弱呢 其实在 不仅本论如是的说了 在龙树菩萨的石柱彼婆沙论也说 为阶弱众生才开示 就是意行到的什么 念佛法门 还有呢 在欧函里头也有说 欧函里头也讲 大多位自立强异的人说 但是呢 为 为了怯弱忧虑的根性 佛才开念佛法门 其实我们说 所谓的念佛法门很早 起得非常的早 大圣还未兴起之前 其实通过奥韩我们也知道 其实有六念门里头也有什么 念佛法门呢 在初期大圣的时候 有没有念佛法门 还是有 也还是有 但是我们说 这个正常维心系要成系呢 却在什么 为师之后 因为它摄取了很多为师的一些 这些学术 理论的基础 才能够成为一个学系 所以正常维心系呢 它成系比较晚 所以呢 从一些经论里面就可以看到 往往念佛法门 其实是能够引导什么 缺弱的众生 那么因为缺弱的众生 会因为这个生死久修呢 很怕退持菩提心 很 就是那种信心不足 那么只好为他们怎样 特开 特别 开启这种殊胜方便型的法门 所以这些缺弱众生呢 就因为觉得说 住在这个娑婆世界 会堵的世界 自己不能经常的碰到 有诸佛菩萨的时代 那么来清晨供养 因为比较靠的嘛 靠他灵 如果能够靠自立 就不是缺弱的众生 那所谓缺弱众生 也就是比较怎样 靠诸佛菩萨的设施的力量 所以能不能碰到有佛注释 对缺弱众生来讲 就变得很重要 而且呢他畏惧 说信心难可成就 那么抑郁呢退折 所以很容易就会退却 如果当之呢 如来有这种殊胜方便呢 能够来摄护信心 因为自己信心不足 那么就要 依靠诸佛菩萨的什么 摄持互念嘛 所以呢就说 以专意念佛的意愿呢 那么随愿得生他方佛土 为什么要得生他方佛土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呢 佛陀不在世 那么只好到他方的佛土 正好佛陀在讲经说法的状况 那么去那里呢 就可以常见于佛 那常见于佛呢 就比较能够怎样 永离恶道 那么如修多罗说 经典里面说 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所修的这善根意愿 能够回向愿求生 比西方极乐世界来讲的话 是不是就急得往生啊 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 就能够常见佛固 终于有推 自然就能够怎样 经常的见佛 念佛念法念生 在风吹 树的声音啊 鸟的声音啊 种种的声音 是不是都在促使 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 都能够怎样 随时起念佛念法念生之心啊 所以呢 就不会有所退转 那若观彼佛呢 真如法心 常情休息 必尽得生 住正定故 所以呢 如果能够也 能够观察到 他方的这个佛土 比佛的真如法身 来讲的话 那么也等于说 我们在这个时候 虽然没有去碰到佛陀的色身的注释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去体会到佛陀的真如法身啊 那常情休学呢 必尽得生 因为住正定故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解释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也等于说 希望能够让众生呢 从什么 不定句而入什么 正定句 能够在信心的什么 不退 因为信心如果能够不退 是不是就入了正定句 这是本论的这个 他定的这个定义啊 好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 念佛其实有多种的念佛 叫念佛像好 还有呢 念佛的功德 我们比较习惯的 有念佛像好呢 念佛的功德 那其实呢 还有念佛的实相 所谓念佛的实相呢 应该是念佛的什么 真如法身 那么是不是也应该 通过深入佛法的方式 也是一种念佛 实相的念佛 另外呢 就是有中国盛行的什么 称名念佛 称名念佛 这个呢 就比较更盛行一些 所以 以念佛法身来讲的话 也就是随顺观察 真如三昧 那么如是来精情修行 成就的话 虽然不生西方 也能够怎样 入法心住 所以入法心住 也就是什么 信心的不退啊 所以能够不退是什么 菩提心 而能够怎样 入正定据 入正定据 那么 导师也讲到说 末法的时代 念佛法身 反而很爽见 是不是 几乎我们都比较在念什么 念佛向好 念佛功德 或者称名念佛 那所以呢 念佛法身的这个部分 反而是更可贵的才对 因为能够这样 深入佛法的大海 所以我们常常也讲说 学佛学佛 是学佛陀教导我们的什么 法 对不对 教导我们的佛法 依据佛法而来修行 那这个才能够从什么 依靠诸佛菩萨的他力 转为 依靠自己的什么 自力啊 因为自己有法可依嘛 是不是才能够依靠自力啊 不然的话 我们一直不断的只有依靠 佛菩萨的力量的摄持的话 那么这个都属于依靠他力啊 那么其性 当然是会缺弱 不过佛陀 佛菩萨呢 从来不舍众生 对不对 不管缺弱也不缺弱 佛陀之路一样都要对啊 所以呢 会特开这样子的一个书圣法门 那么这个之前呢 都属于什么 正常道上的 反而是属于正常方便性 那这种特开净土法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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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属于怎样 可以归到流通分 所有的流通分呢 就能够让这部这个经典或者论典 能够继续不断的流通下来 那么都要透过怎样呢 不仅是灵解之后的什么 这个行持嘛 所以呢 必须要去修 修行 而获得利益 那么这部论子就会能够渊源而流长 不断的流传下来 所以呢 在劝修的这个部分 就有劝修利益分里头呢 就分了总劝 别劝到什么 结劝 所以第一个总劝 以说修行信心分 上一个分 那这不就是修行信心分啊 要能够这个兼顾我们的信心 要能够信不退转 也就是从我们的什么 不定句而进入什么 正定句 脱离所谓的什么 协定句嘛 对不对 那么能够入正定句 所以是修行信心分 那我们现在所要说的就是什么 劝修利益分 修行之后呢 可以获得种种利益 所以说 如是摩合眼诸佛密葬 指的就是什么 大圣佛法 摩合眼是大圣法 诸佛的这些密葬 最宝贵 最深密的这个部分 叫做密葬 那么我已总说 这是什么论主 论主说他已经都说完毕了 那若我众生欲如来圣生境界得生正性 如果正性还能够在这种如来圣生的这种境界里面能够获得正性的话 那么能够远离诽谤入大圣道 这个是深浮烦恼 对不对 不见得这个一定 因为我们也都还未断烦恼 起码我们是不是要先能够深浮烦恼 因为深浮烦恼才能够得什么 能够得生正性 能够得生正性的话 也等于能够安住于正法 所以能够远离什么 诽谤 不会让我们的妄心去着妄境 因为这些诽谤或者称赞是不来自于妄境 那因为我们能够怎样射向同心 射境同心的话 是不是会比较安然而不动 比较不会动心 那也是一种什么 心的安住 所以能够入大圣道 那在大圣道上是不是非常的松远 从凡夫到成活的过程 是一条非常遥远的路 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也在轮回生死 如果知道的话是清清楚楚的 是能够觉知的 是知道生命的主轴的 知道方向知道过程 知道这个过程当中的种种境界 也知道如何的去运用我们的什么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所以要入大圣道呢 那么必须是能够有所觉知的 能够理解的 那么大圣起庆论 是不是就是在帮助我们众生 来理解这个成佛的过程 所以当迟此论 思量修习 究竟能至无上菩提啊 那么可以来受持 听闻受持这部论 并且呢很多思量修习 那么也得说透过什么 文思修 目前我们是透过怎样 听闻跟什么 见闻 那么这个回去以后 就要能够怎样 好好的思量 对不对 思量呢就需要更安静 我们在听闻见闻的过程 是不是还在动荡当中啊 那么在动荡当中 我们很容易 这边耳朵进去那边耳朵就出来了 虽然我们的耳朵很利 但是却很不容易保留住 如果只是从耳朵的话 这边进去那边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要怎么办 进了耳朵以后要让它下来 要让它能够入心 如果入心 就要思量 要透过思慧 文慧呢 浮浅 因为透过生 生相 是不是 然后呢看书 是不是也看到这个书的一相 这些都浅 这些浅来讲的话呢 对我们的修行当然是有帮助 但是能不能有更深的帮助 就看我们能不能把它怎样 射受到我们的内心 那么就要透过什么 思量 乃至于修习 就是什么 修慧 什么叫修慧呢 跟生命结合在一起 能够跟生命呢 结合在一起 不只是在生活的层面而已啊 有些人之前理解 那没用啊 死了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 所以透过思 也是让我们怎样 能够深入到生命的层次 乃至修慧 还是必须跟什么 行持结合在一起 实践结合在一起 修 所以所展现出来的那个 风格 是不一样的 做人的风格会不同 眼光会比较怎样 高远 施力量是不是会比较宏大 会不断的扩大 那么纵然还在凡夫众生的这个 因地上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什么 努力啊 所以 也透过行凡夫菩萨道 而到什么 圣洁菩萨道 大地菩萨道 而到什么 成佛 究竟能至无上普及 无上之道 这是总劝 然后别劝 别劝里头呢 包括修学的功德 还有毁谤的过失 所以修学的功德来说的话就是 若人文士法语呢 不生雀弱 要能够不生雀弱 脚踏实地点点滴滴的 这个 来修学 当知此人呢 定少佛种 必为诸佛之所受寂 只要不生雀弱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这个 能够信不退 所以大圣起信论 是不是专门帮助我们 要对大圣佛法起信呢 不止起信当然还要在 因为起信之后才讲的 才谈得上什么 去行职嘛 才能够去怎样解行 信解行更 对不对 也是必然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这个起点在于什么 信得不退 所以能够信得不退的话 那么 此人呢 定少佛种 必为诸佛之所受寂 我们说 增长维心系 它的标准比较低一点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能够蒙佛受寂了 也能够定少佛种 增长维心系 对众生的那个鼓励是很大的 我们说 我们在求学的过程 如果老师或者师长啊 家长不断的鼓励我们 就算我们在这个求学过程 有很多的困难 我们是比较容易度过啊 所以有的人说 影响他的一句话 往往可能是某个老师 对他的一份鼓励 有没有 他可能本来要放弃 或者家境清寒 或者如何 因为有师长 有家长的那个护职或鼓励 是不是有时候就可以过那个难关 所以有诸佛不大 对众生的这份护职跟顾念 对广大的众生来讲呢 那么也等于能够不断的成长 我们的什么 善跟隐人 好 那么 假使有人能画三千大千世界 满中的众生 能够让所有三千大千世界里头 那么多的众生里头 能另行慈善 那么是不是很大的功德啊 我们从线下上是不是比较容易想 那不如有人于一时寝 正思辞法 过前功德不可为欲 我们平常会觉得 如果有人在一时寝 这是很短的时间啊 一顿饭的当中而已啊 吃饭也不过几十分钟啊 对不对 而能够正思辞 辞法的话 这样的功德是圣前功德呢 不可为 为欲 可见我们好好的 不仅听闻还思维 思量这幅论来讲的话 能够思量慈法的话 功德是不是大得不得了啊 要让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 令吉时善 这个是我们做不到的啊 但是思量此法 是不是我们做得到的 功德呢 却是大过于前面的啊 这也是法宝啊 那也看自己愿意不愿意去思量啊 啊 那么复制 再过来呢 如果有人授取这部论点 来观察修行 是不是要发心观察才能随顺入什么 真如门啊 那么若一日一夜的话 只日一日一夜 那么所得的功德呢 也能够什么 无量无边不可得说 实在无法去形容功德有多大 假如十方一切诸佛 各于 这个也就是进行十方骗法界啊 那么各于无量无标生其节啊 在时间上没有任何的限制 那么来探其功德 意不能尽啊 这个功德是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呢都还不容易怎么 能够授持此论观察修行 仅是 仅只一天一夜的功德都已经大过那个了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做得到的啊 一日一夜来授持此论来观察发行 是不是 修行是不是我们做得到啊 只要求一日一夜而已啊 那当我们日日一夜 那功德是不是更不得了了 乘以无限大 对吧 合理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 因为法性功德无有禁锢 因为这里是不是都在讲称性功德啊 是不是透过摄像重庆啊 从法性的角度立场来谈 而不是只有在什么 现象上 因为现象是不是有限有量啊 我们在思考 我们在思量这些现象 是不是重来很大很大 从现象上我们来想象 是不是也可以知道非常的大 但是毕竟有限有量 透过法性而能够怎样 无限无量 所以此人功德呢 义父如是无有边际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去衡量的 因为透过法性 法性它的穿透性是比较大 能够突破我们的很多的什么 妄指所圈起来的那个局限性 ,我们是不是有时间的局限性 也有空间上的局限性 这个都要透过什么 法性来突破 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呢 修学的功德 那相对呢 就有毁谤的过失 其有众生于此认终 那么毁谤不信 对这不论呢 不理解 那么不理解不打紧 还要去怎样毁谤 是因为他不信的缘故 那么他所获的对报 那是非常的大 今无量解受大苦恼啊 那这个是无限无量 所以这是不是相对出来的 功德能够无限无量 那么如果过过烦恼 无名烦恼 所出来的这种毁谤的过失 是不是也一样 无限无量 他所获的罪报 是无限无量 我记得有一位法师 他就讲说 有时候看到某某人实在很可怜 他就说 这个人看起来的可怜 一个人的可怜之相 必然有他过去可恶之处 是不是 如果他没有过去种下种种的恶业 他这个时候会呈现可怜之相吗 不会啊 那么也表示说 如果过去种了种种的善 善根善业 善心善念 那么造了很多的善业 那么必然 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看到这个人的什么 福报之相 乃至于是怎样 福慧具足之相 当然凡夫是不可能福慧具足了 起码呢 他也有什么 有智慧有福报的什么 相的什么 产生 不仅福报 还包括什么 智慧 所以我们说 要透过我们行菩萨道的什么 卑至双云 才可能福慧具足 所以同样前面讲的是这么大的功德 是因为能够理解法 深入的部分 从法相到什么法性 射向重新 那当然我们首先也得要怎样 射静重新 我们才有机会射向重新 我们如果不懂得能够射静重新的话 我们也不会来听经文法 是不是 外境的诱惑是不是相当的多 大家这么忙碌的状态 那么休闲的事业这么发达的时代 对不对 大家能休息 能够这个休闲的话 大家都跑出去外面休闲 我们是不是也要能够射静重新 愿意来怎样深入佛法 才有机会 在听闻佛法当中才知道说 原来还有什么 射向重新 那从射向重新里头 是不是能够获得无限无量的功德 真的是 是很大很大的福报因缘跟智慧之量 所以相对的违谤 所获得的这种罪报也是 那种罪报之大呢 不是只有现世所获得罪报 他要经无量节受大苦恼 我们说主要度入地域到呢 那个夜报的时间是用节来算 我们在人 人生的受报是用年来算 是不是 几十年嘛 但是我们说 我们用受人道的夜报生 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去再造阴 造善阴 那么如果呢 如果是毁谤这部论来讲的话 因为不幸而毁谤 那所获得的这种毁谤呢 实在是无可称量的 没办法去计算的 经无量节呢 受大苦恼 是故众生但因养性不应毁谤 希望众生能够怎样养性 所谓的养性呢 不只信仰 就是说是一种仰慕的那种 就是说是相当的什么 有相当的那种从内心发出来 不只是外在的 因为我们去体会到法性的这部分 是不是非常内在的部分 不是只有在外向上的 从来我们不管懂与不懂 理解也不理解 然后我们先起什么 仰性的心 因为我们一旦不起仰性的心 一旦不信的话呢 是不是很容易就 因为我们的心起了不信 是不是就会轮到什么 毁谤上面嘛 一旦毁谤的话 我们所受的过失是不是非常的大 罪报是非常的大 那么因为透过毁谤来讲的话呢 以身自害 其实是自己会深深的受害 因为无量节当中呢 都会受大苦恼嘛 都一直在我们的众生心里头 我们是不是会偏向无灵啊 我们不相信有什么 有真如 对不对 我们不相信说我们自己具有 清清无漏的那个真如心 我们是不是就一直偏向那个无灵里头啊 不断的从无灵里头增长出我们的什么 恶报来嘛 所以呢 以身自害啊 不仅如此 我们还去害了什么我们周边的人 对不对 亦害人 不仅如此呢 还断绝一切三宝之种呢 是不是断了自己三宝之种啊 还去断了别人三宝之种 因为听到我们的毁谤 别人也会怎样 透过他的妄心来执着 来执取我们的什么 妄境嘛 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也是妄境啊 因为是生相嘛 对不对 也是一种相喔 那么别人也会怎样 也会去断绝一切三宝之种呢 那这种一切三宝之种呢 其实非常的关键 因为所有一切如来皆依此之法得涅槃固 有没有 那么一切菩萨呢 也因之修行入佛之会啊 那么也就来自于什么 一切三宝之种啊 那一切三宝之种也就是大圣佛法的法种 是什么 菩提心 其实就是所谓的菩提心 菩提心是不是大圣佛法的法种啊 所有一切诸佛 是不是依菩提心而开始的 对不对 先要下菩提种 然后才能够获得超凡入圣的什么 三菩提 菩提是一种觉的心 决心 而获得什么 正觉才能够出离世间超凡入圣嘛 对不对 那以菩萨道来讲的话呢 他正变等正觉是不是 不仅自己正觉 还希望能够周遍给所有一切众生 都能够起正觉嘛 叫做正变等正觉 到成佛这个叫做奥奥多罗三秒三菩提阿 无上正变等正觉嘛 到成佛的时候至高圆满完成 所以呢 一切如来是不是都依此法 依着什么 菩提心 大圣佛法的法种 而得涅槃固 一切诸如来来讲的话呢 说得的是什么 究竟大涅槃 究竟涅槃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叫做究竟涅槃 那么所有一切菩萨应知修行入佛智固 有没有 是不是也根据菩提阿 而三菩提嘛 而怎样 三秒三菩提 对不对 三秒三菩提 而入什么 佛智慧 也就是圆满成果 好 那么也就是 我们刚讲 这条路如何踏上成佛之道 是不是从发菩提心开始 这里如何超凡入圣 是不是三菩提的展现 所谓的三菩提 不是三个菩提 而是什么 正 菩提也就是一种什么 觉醒的心 觉悟的心 觉悟的心 对不对 这个叫做什么 正觉 过程呢 就叫做三秒 三菩提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正片灯 正觉 到了成佛是不是叫做阿里奥多罗啊 好 三秒三菩提 就是这个成佛了 这个过程是怎样呢 沿途守身 也就是什么 如实行 这里 这里也就是什么 实相的见钱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朝反入圣 对不对 啊 当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 我们就要怎样 什么叫圣解形啊 在这个以下 我们一直受到什么 烦 世间 什么 束缚嘛 在这里跳脱开来 所以这个以上才叫做什么 其实上面都是属于什么 圣秘地啊 对不对 啊 所以这种信心啊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就是菩提心 菩提种子 啊 就是菩提种子 所以最后呢 有个节圈 当日过去菩萨啊 以以此法得成正性 是不是在超凡入圣的时候 得成正性 现在菩萨呢 今以此法得成什么 正性 我们现在的菩萨 是不是也因为菩提而得正性啊 未来菩萨呢 也还是以此法而得 得成正性 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都要有信念的心啊 当然不止信念的心 还要怎样 慈悲跟智慧 事故众生呢 那么殷勤修学 对不对 殷勤修学 所以这个是什么 结圈 结圈 最后呢 那么回向 说诸佛圣生广大义 若今随分总是说 为此功德如法性 不利一切众生戒 有没有 到成佛的话 那么是圣生广大义啊 是不是通过凡夫 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的 脱落掉什么 执着 无名 烦恼 而且显现出什么 无漏 平等的真如 法性 也就是所谓的真如心 对不对 无名跟真如心结合起来 叫做众生心 这是众生所共有的 但是呢 我们如果能够怎样 厘清 能够去除无名烦恼的话 那么这个真如心 是不是就能显现 所有的真如就是跟 近虚空骗法界的这个法性 是不是完全的相应起来 所以呢 论主就说他 现在今天呢 随分 随人敬奋的来怎样 总实说 透过大圣起信论 来整个的宣说 那么就希望能够回向 这样子的功德 所以论主他不为世间的明文利养 你看连论主到底是谁 我们是不是都还没有 其实考据上都还有一些问题 但是不失大圣起信论的什么 价值 意义 对不对 是因为他处在大圣佛法里面的 中常维心系里面是一部 非常重要的什么 论点 所以他将这样子的功德 维持功德 如法性 这个法性是不是能够近虚空界啊 法性的可贵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也透过法性而能够怎样 普利界众神界啊 近虚空而骗法界 好 本论讲完毕了 阿弥陀佛 工程 工程 方法来盛罤 最后